一個在曼加拉幫助羅興亞難民的醫生組織說 醫學與科學證據顯示 羅興亞人遭受了緬甸軍方的暴力襲擊 在請告訴世界他們對我們做了什麼的報告中 醫生推動人權組織描述了他們對2017年8月緬甸若開邦克濱村遭受襲擊後 22名羅興亞生還者進行的法醫調查結果 這個組織的專案主任溫特爾斯說 黑濱是緬甸當局針對羅興亞人展開暴力清洗的重要例子 在黑濱和若開邦其他地方發生的一切以反人道罪是展開調查 逃離的羅興亞人是描述了軍隊如何撕毀他們的村莊 用強姦、殺戮、搶劫和暴處地雷阻止他們返回家園 溫特爾斯醫生說他們看到的很多槍傷 和很多人在逃亡時被擊中的槍傷一致 聽到很多強姦和其他性暴力的故事 他們積極細緻地分析了傷情、第一手的證詞、目擊者描述 和所有他們的法醫鑑定和生還者描述的事件經過高度的吻合 22名黑濱村的生還者當中的17人 至少身上有一個槍傷 9個人的行動能力是嚴重受損 自從2017年8月羅興亞武裝組織襲擊政府安全部隊之後 遭到軍方報復以來 緬甸北約開邦有70多萬的羅興亞人逃離 聯合國認為軍方已有組織系統協調的方式進行報復 是符合教科書的種族清洗的定義 醫生推動人權組織在美國 利用科學和醫藥來記錄 提醒大家關注大規模暴行和嚴重的違反人權行為 向公反eds霍 柱 法 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